大家好,我是孟宜 现在身处埃及的亚历山大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亚历山大 黑海大道 我应该会从这里 步行再次前往亚历山大 这个图书馆 哈喽,大家好,我是孟宜 今天我又回到了亚历山大的博物馆 不是,图书馆 因为上一次时间比较赶 所以有一些部分我都还没有到访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在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其中一个博物馆 叫SARD博物馆 那SARD就是埃及的第三任总统 那现在就是进来这个博物馆 了解一下这位埃及的第三任总统的生平吧 那埃及的第三任总统SARD总统 就是因为在历史上跟以色列 签出了和平条约之后 就被埃及的四个极端分子谋杀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句话 是悼念这位SARD总统的 叫做Lived for peace, died for principles 现在我又来到亚历山大图书馆 其中的一个博物馆 这一位呢是埃及的作家 叫做Mohamed Hasain Haiken 然后呢里面呢就展示呢 这位作家他阅读过的书籍 总共分为三个书架 其中我还看到一本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但是我就不进去拍了 早上好我是Mohamed 我现在身处埃及的亚历山大 现在呢是凌晨三点半 我现在已经在亚历山大的汽车站 然后等着我的大巴凌晨四点半 从亚历山大出发前往开轮 我现在就坐在这个地方等着 都是坐上次同样的Go Bus 现在是凌晨大概4点40 那今天搭乘的这个Go Bus 跟上次坐的不一样 今天搭乘的这个是单层的 上次搭乘的那个是双层的 所以就是他们应该有不同型号的大巴 现在这小三点是主要化的 在座部上小的家庭护 看一看 量的浮游 哪規模的监力 其他消息 今天那次坐下 这里到第一个大巴凌晨 起路 切路 去 感谢观看